Hello,大家好,我是齐世文 and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now 今天是中文视频 我上一期视频有很多人问我 你在中国长大怎么一句中文不会说 那可能这是新来的朋友 也没有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所以就看一条视频就以为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讲 那为什么我现在会开始拍更多的英文视频呢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在2019年开始拍视频 我发现虽然我在这里长大 还是会有很多人跟我有很大的距离感 大家一看我就把我当作一个外国人 不管我做什么或者说什么 我都是一个外国人 因为从样子来看我就是很难融入 那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想通过我的视频 跟大家分享我在这边的生活 我的思想 可能通过视频会发现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不一样 我们是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 我是想如果有更多的理解和沟通 会有越少的客栏影响 越多的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是很像的 我们都是一样的 那我排了一段时间发现会有很多人过来评论说 谢谢你喜欢我们的中国或者是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 因为我在这边长大很多东西我是已经习惯的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这是我家乡 我在视频里面也从来不用说我爱中国或者是中国是最好的这些话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我发现通过我拍这些视频很多人看得很开心 但是呢我通过这些视频是把一个国家介绍给一个国家 如果我一直讲中文然后一直留在中国的平台上 就是给中国人看自己的国家 肯定是很了解自己的国家嘛 终于我意识到了 其实我想把一个国家介绍给一百多个国家 介绍给全世界 结果我现在开始拍更多的英文的视频 想给国外分享我在这边的真实的生活 现在呢西方对中国有很多的误解 很多这些信息是通过西方的新闻 而不是通过老百姓的口中得到的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沟通的缺口 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人去拍关于中国的视频 但是可能很多是乡村啊乡村的生活 一些比较旧或者不发达的地方 像李子柒他已经在国外很受欢迎的 他把中国的浪漫的乡村生活 介绍给全世界 但是这个是我们真实生活吗 我是觉得我在中国长大 我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我看过这二十年的变化 我觉得中国的优势 就是它的现代的城市这么发达 生活这么方便 已经完全线上电子化的 我觉得这一个值得我去分享 我想把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在现代的城市的真实生活分享给世界 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影响是有误解的 在未来我还会分享我和我家人的生活 我还会拍中文的视频 可能在一些我想分享一些思想 或者一些文化的部分 但是我现在给自己的关键词是 广州现代年轻人的生活 那如果未来我的思想有变 如果我想拍其他的也是OK的 人也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变 如果你没有变 那就是说你没有在成长 是吧 最后呢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有YouTube的话 欢迎到YouTube关注我的账号 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的视频 另外呢 如果有什么想法或者什么建议 欢迎跟我分享 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